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親上弟兄姐妹早安 各位弟姐妹早安 先生弟兄姐妹早安 我們今天來看真言第七章 今天看真言第七章 延續第六章的下半段 延續第六章的下半段 繼續再講淫亂的問題 繼續講淫亂的問題 那麼第六章下半段呢 他的淫亂就比較跟妓女在一起 第六章的下半段 他說的淫亂比較跟妓女一切 或者是婚外情之類的 第七章講到有一個少年人 就被淫婦勾引 就被淫婦勾引 就是他屬於不同的狀況 就是屬於不同的狀況 但是他的本質上是一樣的 但是本質上是一樣的 好 我把第七章的題目 第七章的題目 廉結父親才能斷開淫婦 廉結父親才能斷開淫婦 以前我們對淫婦的了解 就比較覺得要小心她 要遠離她 以前對淫婦的了解 就是覺得要小心去 要遠離她 我們作為一個少年人 要逃避少年的私語 我們作為一個少年人 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慾 但是這兩天在看真眼的時候 就發現 他的一個思想 就更加深入 但這兩天在看真眼的時候 就發現他的思想 其實是更加深入的 到底要怎樣的 能夠避開淫婦的誘惑 到底怎樣才可以避開淫婦的誘惑 都是跟父親有關 都是跟父親有關 好 我們看六章的二十節 我們看六章二十節 我要謹守你父親的戒命 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 我而要謹守你父親的戒命 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 然後一路往下講 就講到淫婦的問題 一路講的時候 就講到淫婦的問題 來到第七章也是一樣的 來到第七章都是一樣 我而你要遵守我的言語 遵守我的命令 純跡在心 我而你要遵守我的言語 將我的命令傳記在心 然後講到第五節 他就保你遠離淫婦 遠離說慘媚話的外女 然後講到第五節 他就保你遠離淫婦 遠離說慈媚話的外女 所以聽父親的話 跟這個 遠離淫婦是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聽父親的話 跟遠離淫婦是有直接的關係 那我們怎麼樣來看這件事情 我們怎樣看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講淫亂 其實我們講淫亂 我們講婚外情好了 我們講婚外情好了 婚外情其實是一個不專一 婚外情其實是一個不專一 你不忠於你的妻子 你喜歡多個女人 你喜歡多個女人 不專一 這個是婚外情 對於少年人來說 她遇到淫婦她無法抵擋 她遇到淫婦她無法抵擋 她明知道對方有丈夫 她還是要去靠近她 她還是要去靠近她 她不守這個界線 她不守這個界線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這是一個怎樣的狀況呢 這是怎樣的狀況呢 從屬靈上來講 從屬靈上來講 聖經裡面常常把拜偶像當作淫亂 聖經裡面常常把拜偶像當作淫亂 就是上帝創造我們 就是上帝創造我們 上帝愛我們 上帝愛我們 把我們當成是祂的妻子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但是人呢 就是去選擇偶像 但是人呢 就是選擇偶像 人就不專一 人就違反了戒命的第一條 人就違反了戒命的第一條 就是除了神以外 他又去拜別神 就是除了神之外 他又去拜別神 所以在一個淫亂 他的屬靈的內涵 其實他是 他是不專一 然後他是不聽從 神的見命 其實淫亂的內涵 在屬靈上來說 他就不專一 不聽從神的戒命 所以在實際的生活也是一樣的 所以在實際的生活也是一樣的 這個根源是一樣的 根源是一樣的 所以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那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要回到那個 回到那個聽話 回到那個順服裡面去 那我就要回到聽話 回到順服裡面 而這個聽話就特別是講到 跟父親的關係 這個聽話就特別講到 跟父親的關係 父親的話能聽 我們其實 我們能聽的時候 我們就守父親的話語 我們能夠聽父親的話的時候 這樣就能夠守父親的話語 我們就會專一 我們就會專一 我們的人就對了 我們人就對了 而且跟我們父親連結的時候 心裡會有一個很深的平安 而且我們跟父親連結的時候 心裡有一個很深的平安 我們就可以勝過這些的淫婦 就能斷開淫婦 我們就可以斷開淫婦 所以第一段一到五節 所以第一段一到五節 遵守父親的話勝過淫婦的慘媚話 遵守父親的話勝過淫婦的慘媚話 第一節 我而你要遵守我的言語 第一節 我而你要遵守我的言語 第二節 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 第二節 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 它都是同一個字 它都是同一個字 就是神把亞當放在伊甸園時 他修理看守的看守 就是你要看守伊甸園 就是你要看守伊甸園 你要看守父親所說的話 你要看守父親所看守的話 你要去環繞他 你要環繞他 不要讓他被侵入 你不要讓他被侵入 要用這樣的心態 要用這樣的心態 來到第七章 他就講到更加深入 來到第七章就講到更加深入 第二節他說 你要保守他 好像保守眼中的童人一樣 第二節說到 你要保守他 好像保守眼中的童人一樣 就是你盯著他 好像就在你的眼前這樣子 就是你盯著他 好像他在你眼前一樣 並且把它活出來 並且將它活出來 把父親的教導活出來 將父親的教導活出來 怎麼活出來呢 怎樣活出來呢 第三節 第三節 戲在你指頭上 刻在心板上 是在你指頭上 刻在你心板上 就是當我開始要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就是當我要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父親的話有沒有違背呢 父親的說話有沒有違背呢 我做的是不是父親所交代的 我做的是不是父親所交代的 這個就是戲在指頭上 這個就是戲在指頭上 然後當我在想一件事情的時候 當我在想一件事情的時候 父親是怎麼教的 父親是怎麼教的 母親是怎麼教的 母親是怎麼教的 有時候覺得被人占便宜了 有時候覺得被人占便宜了 我就想到我媽媽說的 我就想到我媽媽說的 就是我們自己吃虧是OK的 我們自己吃虧是OK的 但是我們不要去占別人的便宜 但我們不要占別人的便宜 這個媽媽的話就進來了 媽媽的話就進來了 這個就是我媽對我一生 我最主要記得的一句話 這句話就是媽媽 醫生對我說我最記得的一句話 就是我們心裡會有 我們被欺負 我們就不開心了 就是我們被人欺負 我們就不開心了 我們心裡就開始亂想了 我們心裡就開始亂想 媽媽的話就進來了 媽媽的話就進來了 爸爸的話就進來了 爸爸的話就進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刻在心板上 所以這個就是刻在心板上 面對淫婦要怎麼去面對呢 面對淫婦要怎樣面對呢 就是把父母親的話要遵守 就是把父母親的話去遵守 活出來 你才有辦法去抵抗淫婦的 你才有辦法去抵抗淫婦的 這個一直告訴你說你要遠離淫亂 遠離淫亂其實沒有用的 一直跟你說你要遠離淫亂 遠離淫亂其實是沒有用的 那個抽菸 那個菸上面寫抽菸有害健康 對不對 這個抽菸會導致癌 抽菸會導致癌症 抽菸會讓你影響家庭的幸福 健康等等 抽菸會影響家庭的幸福 健康等等 沒用的 沒用的 好用的 每包煙上都這樣寫 每包煙上面都是這樣寫 不曉得有沒有影響它的銷售量 不知道有沒有影響它的銷售量 但總之它的生意應該還是很好 總之它的生意還是很好的 生意都是很好的 淫亂也是一樣的 淫亂也是一樣的 其實你這樣一直講沒有用的 其實你一直這樣說是沒有用的 那個根源就是不專一不順服 根源就是不專一不順服 就是不順服那個除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 就是不順服那句 除我以外不可有別的神 你不可以去拜偶像 你不可以去拜偶像 然後在這中間 在一個 在這個屬靈跟日常生活的實際裡面 中間有一個轉折 就是我們跟父親的關係 屬靈跟實際日常生活中間有一個轉折 就是我們跟父親的關係 如果父親的話 我們能夠聽的話呢 我們是有能力斷開淫婦的 如果父親的話 我們能夠聽的話 我們是有能力去到斷開淫婦的 我們跟父親的關係不好呢 你跟他講什麼設置頭上一把刀是沒有用的 他跟父親的關係不好的時候 你跟他講什麼設置頭上一把刀是沒有用的 好 所以第五節 他就保你遠離淫婦 遠離說慘謂話的外女 第五節就說到他就保你遠離淫婦 遠離說慘謂話的外女 好 這邊 淫婦講的就是她的身份 她的行為 淫婦講的就是她的身份 她的行為 但是她的語氣是說慘謂話 但是她的語氣是說慘謂話 昨天我們有講到 昨天我們有講到 男人是很可憐的 男人是很可憐的 好 開始有人有反應對不對 開始有人有反應 小時候就被自己的 我們叫做老爸來罵 以前我們小時候就被我們老爸來罵 小時候就被老師管 小時候又被老師管 為了成績 為了各樣的事情 就一直被老師罵 為了成績 為了各樣的事情 就一直被老師罵 當然老師也會稱讚人的 當然老師也會稱讚人的 但大概都是成績最好的那幾個 但大概都是成績挺好的那幾個 我以前我印象中 我老師就拿著我的作業本 我那時候小學二年級 那時候我小學二年級 我印象中就是老師拿著我的功課 我們的老師就說 王健勝你自寫得這麼醜 怎麼教女朋友 他就說 王健勝你自寫得這麼醜 怎麼可以交女朋友 那個年代就覺得 交女朋友要寫情書 那時候就覺得交女朋友 就要寫情書 你自寫得這麼醜 你是沒有任何機會的 你自寫得這麼醜 你沒有機會的 他是跟全班講的 他跟全班講的 就是我們會有各式各樣 不同的傷害 我也記得 我中學做班長 我記得中學做班長 那我們那班就是在看台上 我們那班就在看台上 就特別吵 特別吵 班長就出來了 班長就出來了 就是我 就是我了 在當眾 在所有的同學面前 就兜巴掀我 這個 我不再強調 我的傷害 我要講的是 很多人都有類似不同的經驗 其實我不是強調我的傷害 不過我想告訴你 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驗 就是你跟老爸 跟老師的關係 其實不開心的是比較多 你跟爸爸 你跟老師的關係 比較不開心的比較多 那遇到老闆就更慘了 遇到老闆就更慘 所有的男人無一幸免 就是汗流滿面採得虎口 就是汗流滿面採得虎口 忙完了這一季的業績 還有下一季要努力 忙完這一季的業績 還有下一季要努力 我記得我以前老闆 他設定業績目標是很簡單的 我記得我以前老闆 設定業績很簡單 就是他設一個高目標 就是設一個高目標 然後大家只達到80% 然後大家只達到80% 但是對上面交代 其實是成長20% 但對上面交代 已經成長了20% 所以你怎麼做都不會打標的 所以你怎麼做都不會打標 但是你做不好 可能他在老闆面前 還是謀稱讚的 可能你做得不好 但他老闆面前都是謀稱讚的 因為你的80%的達成率 是他往上交代的120%達成目標 所以你有80%的達成率 但其實他的往上交代 是達成120%的目標 所以老豆、老師、老闆 老闆、老闆、老闆 遇到你之後就是遇到老婆了 到你之後就遇到老婆了 所以他的自我形象是很低的 所以他的自我形象是很低的 他是自卑的 他是自卑的 所以他對慈媚化是沒有能力抵擋的 所以對慈媚化是沒有辦法抵擋的 所以外女的恩膏在哪裡呢 所以外女的恩膏在哪裡呢 甜言蜜語 甜言蜜語 慈媚化 其實你長得很漂亮 你不一定可以吸引她的 其實你長得很漂亮 你不一定吸引她的 因為男人自卑 因為男人自卑 他覺得自己不配 他覺得自己不配 他也不敢碰你 他也不敢碰你 但是當你很崇拜她的時候 但當你很崇拜她的時候 我沒有看過像你這麼勇敢的人 我沒有看過像你這麼勇敢的人 就是他很專注在你身上 一直稱讚你的時候 如果當他專注在你身上 一直稱讚你的時候 自卑男一定倒的 自卑男一定倒的 特別是他長期的被老婆 就是在夜的去幫助的時候 特別是他長期被老婆在夜的幫助的時候 很難的 很難的 我跟大家講很難的 我跟你說很難的 這個是自卑男成長的生命當中 四個階段 這個自卑男成長的四個階段 他也沒有能力改變你 他也沒有辦法改變你 因為你不聽 因為你不聽 他覺得在家也沒有成就感 他覺得家裡也沒有成就感 然後我就要這樣子 又不能離婚 我就要到七、八十歲了 然後這樣就不能離婚 就去到七、八十歲了 我這一生不是玩了嗎 我一生不是就玩完了嗎 好 接著開始 一個淫婦路過 立刻就把他抓走了 然後一個淫婦路過 就立即把他抓走 那淫婦怎麼做呢 那淫婦是怎樣做的呢 六到二十三節 六到二十三節 我叫做看那淫婦的六把刀 看那淫婦的六把刀 他有六個武器 他有六個武器 時間的關係 我們直接講重點 時間關係 所以我直接講重點 總之他就找到你了 總之他就找到你 第一把刀在十三節 第一把刀在十三節 熱情主動 熱情主動 拉住那少年人 跟他親嘴 臉無羞恥地對他說 拉住那少年人 與他親嘴 臉無羞恥對他說 我們講說男追女隔層山 對不對 我們講男追女隔層山 女追男隔層沙 女追男隔層沙 其實就是在講這個 其實就是在講這個 就是當一個女人主動的時候 其實男人是很難抗拒的 就是當一個女人主動的時候 男人沒有辦法抗拒的 好 所以他第一招就熱情主動 所以第一招就熱情主動 好 第二把刀 第二把刀 虛假的敬虔 虛假的敬虔 他說平安祭在我這裡 今日才還了我許的願 平安祭做了我者女 今天才還了我所許的願 就是我今天才去聖殿去獻祭 今天我才去聖殿獻祭 獻感恩祭 獻感恩祭 你看我都是一個多麼震驚的女子 你看我是一個多麼正經的女生 我是愛神的 我是愛神的 好 我有向神許願 而且神聽我的禱告 我今天才剛獻完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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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肉這麼多我又吃不完 但是這個肉這麼多我又吃不完 好 這個一隻羊你叫我怎麼吃呢 一隻羊你給我怎麼吃呢 所以我一定要找人分享 所以我一定要找人分享的 我要分享神怎樣成就我的禱告的 我要分享神怎樣成就我的禱告 我有好多事要感恩 我有好多事要感恩 可是你知道嗎 但是你知道嗎 我最想跟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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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好多要跟你分享 我有好多事想跟你分享 來來來來你趕快到我們家 來來來你快點來我家 這次我們買的牛是 買的羊是最高級的 所以你來我們家我們一起感恩 所以你來我家我們一起感恩 聽起來是不是蠻順口的對不對 聽起來你都蠻順意的 又有牛肉吃又有羊肉吃 又有牛肉吃又有羊肉吃 所以十四節是虛假敬虔 所以十四節是虛假敬虔 好第三把刀就更毒了 第三把刀就更毒了 因此我出來迎接你 恳求見你的面 恰巧遇見你了 就是因此我出來迎接你 狠切求見你的面 恰巧就遇見你了 有神的帶領 有神的帶領 有這樣子嗎 就是這樣說 我獻祭然後找誰分享 我就想到你 我獻祭 那我找誰分享呢 我就想到你了 我就好想見到你 我就好想見到你 沒想到立刻看到 就沒想到立刻看到 第三把刀就是假借神的帶領 第三把刀就是假借神的帶領 你想來到這裡 這個自卑男怎麼辦 你想想來到這裡 這個自卑男會怎樣做呢 他這麼熱情大方 他這麼熱情大方 他又只想找我去吃平安祭 他又只是想找我去吃平安祭 關於那些羊肉多可惜 那些浪費羊肉就多可惜 他又要跟我分享感恩 他跟我分享感恩 那我應該要去 那我應該要去 一邊吃烤羊排 一邊聽他分享 這個很好 一邊吃烤羊排 一邊聽他的分享幾好 好 第四個 第四 十六節 十六節 我已經用繡花毯子和埃及線紙的花紋布 鋪了我的床 我又用木藥沉香 桂皮燻了我的塔 我已經用繡花毯子和埃及線紙的花紋布鋪了我的床 我又用抹藥沉香桂皮分了我的塔 好 就是營造一個很浪漫的氣氛 就是營造一個很浪漫的氣氛 我把你當VIP接代 我把你當成VIP接代 又有神的帶領 有神的帶領 自卑男怎會有辦法抵擋 自卑男怎會有辦法抵擋 然後他就說來來來 然後他就說來來來 十八節 十八節 你來我們可以保享愛情 直到早晨我們可以彼此親愛歡樂 你來我們可以保享愛情 直到早晨我們可以彼此親愛歡樂 就是肉體的誘惑 就是肉體的誘惑 性的誘惑 性的誘惑 那這個少年人就想 可是你 我說少年心中可能是這樣想的 少年人心裡可能是這樣想的 但是你老公在 但是你老公在 心中就是這樣想嗎 心中可能是這樣想的 那這個淫婦會怎麼回答呢 這個淫婦會怎麼說呢 他會給他第六把刀 他給他第六把刀 直接把他KO掉 然後直接把他KO 就是虛假的安全 就是虛假的安全 他說因為我丈夫不在家出門行遠路 她手拿銀囊必到月望才回家 他說因為我丈夫不在家出門行遠路 她手拿銀囊必到月望才回家 實際上他真實的表達是這樣的 實際上他真實的表達是這樣的 通常獻祭的時候是在月溯的時候 通常獻祭的時候在月溯 所以他其實是在講說 我的丈夫出差兩個禮拜 其實他講的是我丈夫出差兩個禮拜 我們一起兼營是很安全的 我們一起兼營是很安全的 不過這樣講就沒有美感 但這樣講就沒有美感 他會換另外一個方式 這樣就講另外一個方式 他一定是在言談的時候 不經意地流露出來 他在言談當中不經意地流露出來 他說我丈夫就整天想著賺錢 他當然說我丈夫經常掛著賺錢 整天就在外面 經常都在外面 他都不關心我 他都不關心 他娶了我之後就把我丟在家裡 他就娶了我之後把我丟在家裡 這次又說要出去兩個禮拜 這次又說要出去兩個禮拜 然後他說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然後他就說 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他講得比較感傷 覺得很可憐的樣子 他就講到比較傷感 就好像很可憐 然後我常常半夜醒來 都是一個人 我非常孤單寂寞 我就整天半夜醒來 都是一個人非常孤單寂寞 這個是淫婦的說法 這個是淫婦的說法 但是這個話呢 進到無知難裡面去的時候 這些說話進入無知難 進到自卑難裡面 然後進入到自卑難裡面 他就會聽到說 今天如果有厭遇應該是蠻安全的 他就會覺得 今天有厭遇應該是蠻安全的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這樣 一把刀一把刀的就是插上去 一把刀一把刀就是這樣插上去 這個自卑難怎麼辦 這個自卑難怎麼辦 自卑難就覺得 我這一生都好像沒什麼價值 自卑難就覺得我一生都好像沒什麼價值 難得有一個女人這樣對我這麼好 難得一個女人這樣對我這麼好 這麼看重我 這麼體重 這麼想對我說話 這麼想跟我講說話 她又這麼可憐 這麼寂寞 她又這麼可憐 這麼寂寞 她又要跟我分享神在身上的感恩 她要跟我分享神在身上的感恩 就一步一步的就跟著她走了 就一步一步跟著她走了 好 我們看第三段 我們看第三段 二十四到二七 二十四到二十七節 強壯者偏向淫婦也被殺害 強壯者偏向淫婦也被殺害 我們先回到二十二節到二十三節 我們先看二十二到二十三節 少年人立刻跟隨她 好像牛王宅沙之地 又像愚昧人帶著鎖鏈去受刑罰的 少年人立刻跟隨她好將牛王宅沙之地 又像愚昧人帶鎖鏈去受刑罰 只等劍穿她的肝如同雀鳥即入網羅 卻不知是至喪己命 直等劍穿她的肝如同雀鳥 急入網羅 卻不知是至喪己命 自卑男心中的小劇場可能是這樣想的 自卑男心中的小劇場可能是這樣想的 今天有大餐吃 今天有大餐吃 可能又有厭遇 可能又有厭遇 她心裡很開心就跟著淫婦走了 她心裡很開心就跟著淫婦走了 她心中是這樣想的 她心裡是這樣想的 屬靈上其實不是這樣的 屬靈上其實不是這樣的 屬靈上看到的好像是她雙手是被扣 就是用鎖鏈扣起來的 屬靈上看到她好像雙手被鎖鏈扣上 然後就跟著淫婦好像要前往刑場受刑 就好像跟著淫婦前往刑場受刑 然後在這個走的過程裡面 然後在這個走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弓箭手已經對準她了 其實已經有弓箭手對準她了 就是瞄準她了 就是瞄準她 在她毫無防備的時候 那個劍就把她射穿了 在她毫無防備的時候 她就倒在那裡了 她就倒在那裡 這就是一個自卑男的下場 這就是一個自卑男的下場 然後第三段 然後第三段 強壯者偏向淫婦也被殺害 強壯者偏向淫婦也被殺害 所以二四節說 就是講到我們的心 就是心不要偏向淫婦的道 就是心不要偏向淫婦的道 就是思想裡面不要去想這些事 就是思想裡面不要想這些事 眼睛也不要看一些色情的東西 因為她會引導你的思想 因為她引導你的思想 心不要偏向淫婦的道 心不要偏向淫婦的道 然後不要走她的路 然後不要走她的路 然後二十六節 然後二十六節 因為被她傷害撲倒了不少 被她殺戮的而且甚多 因為被她傷害摹倒的不少 被她殺戮的而且甚多 這個原文的翻譯是這樣的 原文的翻譯是這樣 因為她擊倒許多人 因為她擊倒許多人 被她殺戮的都是強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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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向淫婦也會被殺害 所以強壯者偏向淫婦也會被殺害 你說他那麼強壯 怎麼會被殺害呢 你說他那麼強壯 為什麼會被殺害呢 強壯只是外表的體格 強壯就是外表的體格 心裡還是個自卑男 心裡仍然是個自卑男 其實呢 常常 其實也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好像高個子比較自卑 我也覺得很多姐妹很漂亮 但是她覺得自己蠻醜的 我又見到一些姐妹 很多姐妹都很漂亮 但她覺得自己蠻醜的 但她又覺得自己蠻醜 就是人的自我形象是很低的 人的自我形象很低的 雖然這個少年人看起來是很粗壯的 雖然這個少年人看起來很粗壯 但其實她的心裡 她還是一個自卑男 其實她心裡也是一個自卑男 因為沒有人肯定她 因為沒有人肯定她 沒有人稱讚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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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不稱讚 爸爸不稱讚 老師不稱讚 老師不稱讚 老闆不稱讚 老闆不稱讚 老婆又說 為什麼你比隔壁人家的先生差呢 老婆又說 為什麼你比隔壁的老公差呢 終於 她有一天遇到一個 願意稱讚她的淫婦 終於有一天她遇到一個 願意稱讚她的淫婦 淫婦不用長得漂亮的 淫婦不需要長得漂亮的 淫婦只要專注在自卑男身上 淫婦只要專注在自卑男身上 稱讚她 稱讚她 那個自卑男就跟她走了 這個自卑男就會跟她走 好 簡單說呢 就是自卑男的心田太乾渴太久了 簡單來說 就是她的自卑男的心田 但是乾渴太久了 好 乾了一輩子 乾了一輩子 所以呢 那個水一進去 好像就立刻被吸收了 所以水好像進去的時候就立刻被吸收 其實乾淨的水 髒水 她都吸收的 其實無論是乾淨的水 髒的水 她都吸收的 好 所以我們姊妹呢 就是要懂得怎樣幫助丈夫 所以我們作姊妹 要懂得怎樣幫助丈夫 如果你過往用的方法 你覺得不管用的時候 如果你過往的方法 你覺得不管用的時候 就是你可能一直說她 這裡不好 那裡也不好 可能你一直說她 這裡不好 那裡不好 這一招已經用了很多年了 一招用了很多年了 感謝神 你的老公還沒有出軌 感謝神 你的老公還沒有出軌 好 那麼我就鼓勵你換一個方式 我就鼓勵你換一個方式 她ABC做的真的不好 她ABC真的做得不好 不過你先稱讚她說 其實你DEF也做得蠻好的 那你就先稱讚她 DEF你做得挺好的 你要給她水 你要給她水 不然她太乾了 要不然她太乾了 你這個需要適時地稱讚她 需要時時地稱讚她 你可以稱讚她 幾個禮拜再給她重重一擊 你可以稱讚她幾個禮拜 然後給她重重一擊 先讓她舒服一點 然後再調整她 清讚她讓她舒服一點 然後再調整她 如果看到她還頂得住 一次就給她調整到 那個點給她調整得徹底一點 如果你看到她能夠頂得住的時候 那一次調整她就調整到一個點 你發現她抵擋不住 你發現她抵擋不住 趕快見好就收 你見好就收了 第二天再跟她說溫柔的話語 第二天再跟她說溫柔的話語 丈夫需要交灌妻子的 丈夫是要僱貫妻子的 妻子其實也需要交灌丈夫的 其實妻子也需要僱貫丈夫的 但是這整個根源是要聽父親的話 但是整個根源要聽父親的話 更深的根源要聽神的話 更深的根源要聽神的話 而且要活出來 而且要活出來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求你 求我一生都不便利 求我一生都不便利 而讓我能真心你的指引 當中你一切言語 我將你的話長信頂 叫我一生都不忘記 我將你的話長信頂 好讓我能夠將你的信頂 只为你所愿意 从我们的歌舞里 生世爱你 一天起来进来的 从我们的歌舞里 生世爱你 有尊心 尊意 愿意 有尊心 我有尊心 寻求你 找我一生 都不愿意 好人 我能尊心你的质疑 但从你一切 有尊心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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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尊心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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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深爱你 一生 只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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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 只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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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尊心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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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尊心 愿意 愿意 成长的里面 我们和父亲的关系 我们都有伤害 弟兄姊妹 好想呼召 在我们当中 你和父亲的关系 有阻隔的 甚至乎是你童年 爸爸对你的说话 一切对你的互动 都很大相爱的 我好想邀请你来台前 我好想来到他为你祷告 因为经文今天说 原来我们和父亲的关系 有伤害的时候 都拦了我们和神的关系 如果这个是你 我邀请你来台前 今天神要医治我们每一个 特别你想起父亲 你很痕之入骨 你觉得你为什么 你要生存在这个家庭 为什么有这么讨厌的爸爸 你很恨他 你来到台前 今天天父的爱 都要你医治你 因为这个不是你的错 我们不能选择 我们生于哪个家庭 但是我们有得选择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我们如下的人生 神今天要医治我们每一个 特别父亲对你的伤害 我想邀请神学生和我们的同工 同工 前面还有一些的弟兄 有些的姐妹没有 同工在后面 我们都开心为他同工 我请在线上共鸣起承导的弟兄姐妹 没有人为你按手 可是你把你的手 按在你的心上 神让我来到你面前 为着在台前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来向你祷告 神你的爱 神你的爱来教官 充满他们 医治他们 拿走从童年直到如今 从父亲而来 一切的责骂 冤屈 独打 神去父亲 是一个不顾家的人 抛弃妈妈 抛弃他 这次我们来到你面前 为着弟兄姐妹来向你祷告 神你的爱 你的意志 来到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主要甚至有一些人 小时候是被性侵犯的 侵犯他们的人 就是他们信任的人 就让你的爱进来 一直一直残果 更深更深更深 好 我请同工你可以开始为他们祷告 天父 天父 你 你 一直 天父 天父 爱天父 爱天父 用你爱 一致我 爸爸天父 爸爸天父 用你爱 一致我 爱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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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 地一致我 一致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主啊 人的祷告有限 可是圣灵你能做的却是无限 主啊 你的爱不但要医治 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啊 你的灵也要医治 在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神啊 你的爱来做医治 跟残果的工作 绝数把十字架 放在弟兄姐妹 跟他们的父亲的当中 主啊 一切从父亲而来的伤害 羞辱 咒骂 弃绝 甚至带给他们生命当中 很多的自卑 忧伤 主啊 你要重建 他们生命里面 一切爱与信任的根基 主啊 你要重新恢复 他们里面 主啊 你造他们的时候 那份的荣美 主啊 一切的恐惧 自卑 忧伤 主啊 都要从他们身上 完全的离开 主啊 你的爱 更深的来医治 释放他们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请弟兄姐妹可以回座 好 我要请在位子上的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做一件事 你来思想从小到大 你的父亲 或者是你的母亲曾经对你说过 积极的 正面的话语 这些的话 其实影响你一生 很深 也成为你的祝福 比如说 从小到大 我的父亲 常常告诉我 一句话 其实不是一句话 是一段话 就是 富贵 不能赢 贫 不能移 威武 不能屈 此之位 大丈夫 你看我现在多像大丈夫 想要女人的温柔都装不出来 对不对 这是我父亲对我一生 蛮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他每个礼拜天 都帮我们当阿兵哥训练 就是我们要做原版凳 要听他训话两个钟 他就开始讲 论语怎么说 孔子怎么说 孟子怎么说 光我屁事 不要打我 但是其实呢 就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 其实这些的价值观 就成为我的祝福 所以我也想 你有一点的时间来思想 你从小到大 爸爸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些话 当然他有很多的缺点 可是总有那么一句话 他真的成为你的祝福 好 给他有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稍微思想一下 可能是一句话 可能是他的一个好的习惯 或者是他生命当中 一些美好的品德 其实他也遗传给你 他也影响你 那么快乐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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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时我们一起开我同生来祷告 为着爸爸在我们生命当中 给我们积极的正面的那个部分 我们来感谢神 也感谢神 借着父亲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 这个部分的祝福 我们一起开阔同生来祷告 哈利路耶稣 哈利路耶稣 祂神我多谢两句赞给你 天后爸爸你让我们更深与你联结 祂神我多谢你 其实你让我们的上代 很多人祝福我们的地方 我们献上感恩 多谢你赞给你祝福耶稣 这个人��襯上 anfing 今时我想带大家的一个献上的祖告 当我们与天父连结的时候 其实我们远离一个偏离甚至淫乱的日子 今时我想邀请大家站起来好吗 站起来 我会大家一个句祷告 当我们会将心思 眼睛 耳朵 鼻 厚 我们的脚 我们的心都欠给神 愿故这句话就是传言欠给神 以致到我们与上帝 与天活年建 当我们祷告到某个部位的时候 你将你的手按在你头上 按在你眼耳后鼻 主要我们赞美 多谢你 首先我们将手放在我们的头上 主要我们赞美 多谢你 我们将我们的心思 思想献给你 我说一句 请大家说一句 亲爱的天父 我把我自己的心思献给你 我的心思要专注在你身上 我不思念地上的事 我思念天上的事 于是我们将手放在我们的眼上 我说一句 大家说一句 天父爸爸 我将我的眼睛献给你 我的眼睛定征在天国的事上 让我看到你要我看的事 让我远离一切 是偏离和淫乱的眼目 我多谢你 今时我们将我的手放在耳朵上 亲爱的天父爸爸 我将我的耳朵献给你 求你拿走我一切的阻塞 我耳朵能够聆听你的话语 敏感圣灵的声音 庄在正面积极的话 多谢赞给你 今时我们将我的手 将我的手放在我们的鼻上 今天爸爸 我们将我的鼻献给你 让我鼻不单止呼吸空气 更加呼吸圣灵的活气 我每一口 我每一口呼吸都将圣灵的呼吸入我里面 让圣灵充满我 视线成为我的引导 多谢天父爸爸 今时我们将我的手放在我们的嘴顺上 天父爸爸 我将我的嘴献给你 我将舌头献给你 让我能够常常说赞你的话 说正面积极 做就圈灵的话 多谢赞给你 今时我将你的手放在我们的脚上 天父爸爸 我们将我的双脚献给你 让我们走 你叫我走的道路 走在你叫我安稳的道路上 不偏离 不左右 今时我将我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 天父爸爸 我将我们的心传言献给你 我将我一切心思 一切感情 都会献给你 让我单单为你所使用 多谢你 祷告奉耶稣的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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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我们的心传言献给你 我先向我们的心传言献给你 让人成为心传言献给你 我先向神传言献给你 帮忙忙 可能就是外面接待处 可能有一些比 好 接下来 有笔的 如果你旁边那个人没有了 他举手 你就借他一支 好不好 好 如果你有 你旁边那个人没有 你就借给他一支 好 现在请你用三十秒 三十秒 三十秒 画出你父亲的画像 现在画你爸爸 现在开始画 用三十秒画出你父亲的画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些人的表情给我感觉 你好像忘了你爸爸长什么样 被我鼓肿了 对不对 从你的表情就看到茫然 没关系 你平记忆化吧 大概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了吗 我已经给大家很长时间对不对 好 可以了 好 可以了 把笔收起来吧 把笔收起来了 好 再看一下你父亲的字画像 看到了吗 好 现在请你跟你旁边说 这是我爸爸 好 给别人欣赏一下你伟大的画作 这是我的父亲 这是我爸爸 有人赶快收起来说这儿完蛋的 是不是 好 很多人其实 你对你的父亲没有很好的研究 对不对 连他的脸你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 有人可能在问 他脸上有字吗 他的字是右边来左边 好 好 都介绍完了 你的父亲对不对 好 我们一起起立 如果你的父亲还在世上 恭喜你 你还来得及孝顺 但是如果你的父亲已经离开世界 我要告诉你 在神的里面永远来得及 在神的里面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改写 都可以被弥补 现在我奉耶稣命来祝福你 绝世我来到你面前 主要奉耶稣命来祝福 所有在现场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我奉耶稣基督名来祝福你 你的生命重新跟你的父亲连结 不只是地上的父亲 如果你的父亲已经不在世上 我奉耶稣命祝福你 跟属灵的父亲有美好的关系 我更奉耶稣命来祝福你 跟天父爸爸也同样地 深深地连结在一起 我奉耶稣命祝福你 有很好的属灵胃口 你喜悦读神的话语 你爱读神的话语 背诵神的话语 吃喝神的话语 你跟天父爸爸 在一个圣洁的里面 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神的话要来保守你 救你脱离 所有一切黑暗的权势 保守你脱离一切 心思意念 甚至是口舌 肉体上 所有一切情欲的灵 神的话语都要保护你 拯救你 医治你 释放你 断开在你身上 所有一切不属神的连结 我更奉耶稣命 来祝福你 因为你与天父爸爸连结 与属灵的父亲 甚至是地上的父亲 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 你的身心灵是整合的 你的身心灵是合一的 你的身心灵是圣洁的 所有一切不属神的自卑 都要远离你 你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看得合乎中道 并且你知道 而且深深地相信 天父爸爸看你是尊贵的 是有价值的 是有分量的 天父怎么样看你 你也是这样的 看自己 从今天开始 你对自己的情感 对自己的意念 对自己的身体 保养顾喜 因为天父怎么样的 有价值 尊贵 你也是这样 我奉耶稣基督名 这样大大的祝福你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祝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